今天是2月27日星期四 这个十字架很特别 很展示整个四旬旗的中心 一个拜苦路有十四处 其实有十五处由耶稣复活 就是耶稣的苦难 死亡和复活 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 我们一起聆听天主圣言 今天对我们所讲的话 内容来自《路加福音》第九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必须受很多苦 被众长老 师祭长 获经师 弃绝 且要被杀 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耶稣又对众人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应弃绝自己 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因为谁想救自己的生命 必会丧失生命 但谁为了我的缘故 而失去自己的生命 此人必会救得生命 人即使赚得了全世界 但却失去要自己或赔上自己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要反省一下 一个人 怎可能同时送出生命 也能够救自己的生命呢 如果我们从字面来理解耶稣 在今天福音所说的说话 好像有点自相矛盾 不过如果我们明白到耶稣 话中所指是说两种生命的区别 就会对耶稣这种很用心良苦 就会明白到他的容易 耶稣邀请我们弃绝虚假的一种自我生命 虽然貌似充满着好生机活力 但很多时候没有真正根基这种生命 我们追求的是在基督之内的生命 因为基督是生命的源头和归宿 有个圣人叫做圣奥斯顶 他年少时迷失了方向 他好像纵容了自己的私欲偏情 但当他后来顿悟了之后 明白生活的意义的时候 他祈祷地说 他说主啊 我觉得你太迟了 太迟了 你一向和我一切 但我反而是逃避了你 当我一心追求世俗虚幻的美好的时候 你其实大声地召叫我 你光照我的心 我开始尝到你的今夜 我很饥饿 很渴求追求你 他说圣奥斯顶这位圣人 他的生命见证了 圣人都有过去 而罪人是有将来的 今时今日的我 我应该要弃住些什么呢 今时今日的我 我应该追求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 善用这个四长期 将我们重整 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 我们能够在基督内 再重整 我们生活的态度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对吧 所以今天 提醒我们 圣人都有过去 罪人都有将来 我们能够在基督内 再重整我们的信仰生活 能够重整我们的生活态度 愿天主的平安 愿你们各位同在 天主报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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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